這是俄羅斯 跟他預賽的成績差不多 接下來是 最具有奪冠實力的 皮薩斯基娜 這位來自俄羅斯的選手 在 預賽的表現 令我們印象非常深刻 一開始就來一個不用手的操作 放單身 一個フォータック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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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放神加一個平衡 連續三個轉跳 旋轉 再兩個轉跳 再一個小放神 拋平轉兩圈 地面接 這是一個高難度的柔韌動作 視線外背後拋 接的同時跳過繩 一個平衡力慢轉 側翻拋 側翻拋 接單繩 老動神加上身體的波浪 再連續三個轉跳 這個拋的位置 這個拋的位置也是 啊 失敗 整體的動作跟音樂 包括人跟手劇的配合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到目前為止 出賽的五位選手 可以說是以他的表演呢 是最為的完美 那麼究竟是誰能夠獲得最好的成績 真的是很期待喔 是 我們看一下他的慢動作精彩 片段 看他的後腿舉得非常的高 完全超過兩百度 身高是一百七十公分 體重呢只有四十三公斤 對 非常的瘦 先洗的身材 一個截環跳 這是一個放繩 同時拋接 接 接的時候同時跳過繩 他整體來講其實 都完成得非常好 沒有什麼失誤 對 期待他的成績 對 那他另外最喜歡的就是音樂 所以你看 喜歡韻律體操的跟音樂 再做結合 他的成績十六點四五零 哇 跟他的同胞選手 Kova兩個人是同分 好 那麼我們休息評格之後 再來看 在神的這個項目當中 最後五位選手 他們的成績排名